今日说法 一起交通事故引发一场涉及多方的官司 火的理由就是一部运气 它因为没有好过 没有提前 完全只是好过 我们相隔这么久的时间 应该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因果关系 事情背后有什么引擎 最终会有怎样的结局 今日说法问你播出 车祸的后遗症 大家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 两年前在浙江杭州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当然这个事故因为不是特别严重 所以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关注 可是没想到一年之后 同样是这起事故 再一次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而且由这个事故还引发了一场 让很多人意想不到的官司 来看一下我们的记者发布的调查 两年前的一天 在浙江省杭州市 萧山区城郊的这条路上 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rumors 本日子 董冒宏说 事发当天 他的妻子骑着摩托车 带着不满六岁的儿子去一个 Diversity 可没想到就在经过这条路的时候 被一辆轿车给装倒了 这位先生姓孙 他说当时他就在事发的那辆轿车上 看到车撞了人他也很着急 好在大人孩子都没有生命危险 董茂红妻子右小腿粉碎性骨折 孩子也只是皮外擦伤 随后交警部门对这起事故进行了现场勘验 并做出了责任认定 董茂红的妻子负主要的过错责任 叫车一方负次要过错责任 对于交警的认定双方都没有意义 不过对于承担次要责任的轿车这一方 却并不只是一个人 您是和这个当时发生事故开车的驾驶员是什么关系啊 是雇主关系 雇主是司机 跟我开车的司机 孙先生说出事时他虽然在车上 但车并不是他开的 司机也是他过来的 他没历程的 自从发生之后 我说这个事情我来处理 那我就把它给辞退了 不仅如此 这车也不是孙先生本人的 而是孙先生的朋友徐小姐的 当时我是来不及 我是借了我朋友的车 反正就让结果发生这种不行的事情 由于车主徐小姐给这辆轿车投了保险 因此这起车祸还涉及到了保险公司 也就是说轿车这一方包括司机 雇主孙先生 车主徐小姐以及保险公司 共四方当事人 考虑到当时事情还不是太严重 孙先生主动垫覆了董茂红妻子的住院费后 并没有向保险公司及时上报 应该我负责是三个块钱不到 今天我们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 北京交通管理干部学院的张祝廷教授 张教授 在这起交通事故当中 当时警方认定的是董茂红的妻子 当时因为骑的摩托车是属于无罩驾驶 因此对交通事故承担了主要责任 而汽车这一方承担的是次要责任 那么次要责任是否意味着不用赔偿 这个主次责任实际上是最后对明示赔偿 要承担这个划分比例的一个依据 但是并不是说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完了之后 就直接认定你是否应该赔还是不应该赔 这个还是要通过明示法律程序来决定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涉及到的当事方还挺多的 他们之间这个比例怎么化 最高人民法院在04年的时候 实施了一个人身损害赔偿的规定 这个规定里面已经把车主赔的这一条规定已经取消了 实际上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 第一个应该来赔的是保险公司 那么保险公司来承担完以后 那么超出他的保险额度的部分 再由当事人来赔偿 那么也就是说驾驶员 他肯定是侵权行为人 但是这个驾驶员的行为 有很多是职务行为 那么雇主要承担 替这个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 孙先生本以为这件事情到此就告一段落了 结果没想到一年多之后 董茂红却将孙先生 司机 车主 以及保险公司四方一并告上了法庭 到底为什么呢 来看一下记者发挥的后续调查 董茂红说 妻子在车祸事故发生一年多之后突然身亡 他认为妻子的死就是当初的那场车祸造成的 董茂红说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 虽然一直在不停的治疗 但是妻子的伤却一直没有痊愈 那段时间为了给妻子治病 全靠农活养家的董茂红说 他把家里的积蓄都用光了 对外还向亲戚朋友们借了七万多块钱 就这样出院住院再出院再出院再出院再住院 已经不行了 而这个时候距离车祸事故发生 已经将近一年零两个月了 对小孩来讲没有母亲 对我来讲没有一个好的好的家庭 完全的家庭 妻子的突然离世给董茂红很大的打击 在悲痛之余 董茂红认为 就是一年多前的那起事故造成了妻子受伤 因为骨伤一直没能痊愈 出现了并发症 妻子才不治身亡的 为此 董茂红请了律师准备为妻子 跑回个公道 董茂红在律师的提示下 准备起诉司机彭某 雇主孙先生 车主徐小姐 以及事发轿车 所投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公司 而面对这样的情况 这几方也是各有各的话要说 听我这个车祸事情 是不是直接关系还是间接关系 还是途中他有什么疾病的什么东西 非常怀疑 就是到底应不应该再去承担这个事故 这发生江东事故事在2017的4月8号 那么他的死亡时间是在08年的7月5号 那么相隔了这么久的时间 那么认为他的一个死亡跟江东事故 应该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因果关系的 孙先生和保险公司都认为 董茂红妻子的死和一年多前的那起交通事故 没有多大的关系 对于孙先生和保险公司的这种态度 董茂红觉得没有道理 我现在这种他们应该不用这样怀疑的 我们这样的伤痛的话 这样情况已经进入过来了 他们要怀疑什么东西呢 因为这个是实际上是把这些很清楚的 董茂红认为 在事故发生后的这一年多的时间里 自己陪着妻子在多家医院治疗事故造成的骨伤 这些不同医院的治疗单据足以证明 妻子的死和一年多前的事故是有着直接关系的 而且如果没有那起交通事故 妻子就不会受伤 也就不会最终不治而亡了 而保险公司对此并不认同 那么主要在于他们在死完之后 就是很快的将尸体进行了一个火化 那么我们也没有办法取得相应的证据来证明 这个他的死因到底是有什么原因 保险公司房提出 董茂红在妻子死后随即进行了火化 并没有做尸检 这样也就无法确认董茂红妻子的死因 更无法确认他的死和车祸到底有没有关系 而董茂红说 对方的这种猜疑让他很是气愤 现在家里的状况因为没有了妻子 已经很难过了 如果对方再不承担应该负担的责任 对于自己来说 无疑是往伤口上撒把烟 我一个人扶养两个小孩 我要付母亲 将这样这个农户这样当天零公 真的是没有什么钱可责的 2009年3月23日 董茂红以道路交通事故 人身损害赔偿为由 向浙江省杭州市 萧山区人民法院递交了诉状 要求司机雇主车主保险公司 对其妻子的死承担赔偿责任 并赔偿医疗费 死亡赔偿金等 共计36万余元 保险公司呢 在审理过程当中 也向法院申请了要求 对死者的死因进行司法鉴定 这个案子的焦点是 就是 中切对于死亡 都交通事故 有没有持绩的关系 这是一个效果 法官认为 如果要确认董茂红妻子的死 和一年多前的交通事故 有着因果关系 那么就需要对董茂红妻子的死因 进行司法鉴定 其他的比如说 交通事故发生以后 过了一段时间死亡 但是大部分案件 都有交警部门的事件报告 那么本案当中 由于没有相应的事件报告 对于我们确定他的死因 造成了一定的难度 在这种情况下 为了做到公平公正 法院最后想到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与董茂红妻子 曾经治疗过的相关医院 进行联系 让相应的骨科专家 来进行会诊 最终确定 董茂红妻子的死因 本案的一个关键问题 就是朱采娟的死因 和一年多之前发生的车祸之间 到底有没有关系 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那么法院组织一些专家进行鉴定 那么从医疗和创伤 这两个之间的因果关系 特别是医学上治疗的因果关系 来进行判断 如果判断为是有因果关系 那么当事人要继续承担赔偿责任 那么法院目前针对董茂红提出的诉讼请求 会做怎样的判断 我们接着看记者发回的后续报道 根据对董茂红妻子在各大医院治疗的病例 和诊断结果的分析 专家们会诊确认 董茂红妻子的死因是骨折手术 术后感染 导致骨髓炎急性发作 伴随颅内感染 那么这个这个疾病呢 就是他的死亡 这次交通事故 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最后法院判决 保险公司在保险限额以内 赔偿58000余元 而雇主孙先生赔偿7万余元 除已支付的2万余元外 雇主孙先生还需要赔偿5万余元 而车主徐小姐 对雇主孙先生的赔偿苦连带责任 这样董茂红就可以得到 近11万元的最后赔偿 我相信法律是公众的 反正法院结果判下来之后 都对大家都很满意的 对他的损失 按照遵循法院的这个判决经营 佩服 董茂红说 对于法院的这种判决 自己感到很满意 法院是比较依照公众的案 这样判决 您怎么看最后法院这个判决 一个法院的判决 特别是民事判决 判得好与坏 第一个标准是合法性 第二个标准是当事人的满意度 那么这个案件我们看当事人呢 基本上都是满意的 因此呢 应该给予肯定 很多人就关心说这个道路交通事故 出现之后做的这个事故责任认定 比如说一般都是说主要责任 次要责任 那么这个主次到了民事赔偿阶段 他直接决定他的这个赔偿比例吗 比如说主要责任就是70% 次要是30% 还是说他有明确的这样的指向 你这提了一个现在道路事故处理当中的一个很敏感的话题 法院现在的做法是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划出百分比了 那么一般就按百分比来进行赔偿 对 分配 对 那么另外一种疑难问题来了 如果只说主次 主是多少 次是多少 那么主要责任你从百分之五十一开始 对 到百分之九十九都可以叫主 那么次要责任从百分之一开始到四十九都可以是次要责任 这个比例 目前很具体的法律规定没有 从法理上讲 应该是和你在这个交通事故发生当中的过错程度 那么相成一个相适应的比例关系 目前是交给法官做自由财量权 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有很多细节的规定 作为交通参与者来讲应当多了解一些 只有这样在出现了问题之后 才能更好的依照法律的程序来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 感谢您关注本期 今日说法 感谢您的演播室参与我们的节目 谢谢 明天同一时间 今日说法 再见 明天同一时间 明天的时间 明天同